同样令人意外的呢 还有我们手中的银行卡上存在多年的一个小漏洞 这两天呢 湖南长沙的一些银行卡客户反映将银行卡密码的后两位数设置为00之后 在建行工行等银行的ATM机上 只要输入前四位的密码就可以把钱取出来 记者在工商银行的一个自动取款机上 将工商银行卡密码后两位修改为00后 进行取款尝试 连续输入两遍前四位密码后都显示密码错误 并不能成功取款 随后记者又来到一家建行营业厅 在ATM机上把建行银行卡密码后两位修改成00 接着输入了前四位密码尝试取款 果然成功取出了100元人民币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记者在建行营业厅询问了几位工作人员 他们都表示不知道这一情况 只有大唐经理表示 此漏洞为业务系统升级所致 2005年建行这边核心业务系统升级以后 为了提高客户储蓄卡使用的安全级别 然后网行统一将客户密码由四位升级为六位 然后为了使客户原四位密码能继续使用的话 建行业务系统自动补齐客户密码六位长度 然后就会在这个最后两位添加为00 因此的话如果客户储蓄卡设置为六位密码 而且后两位为00的话 客户输入正确的前四位密码数字 系统也能够识别 对于此事 建设银行同时提醒储蓄卡密码为四位的客户 只要妥善保管好密码 其账户资金是安全的 但用户应该及时到网点或自助设备上升级密码为六位 尽量避免设置如006688等简单重复的密码数字 涉及到千家万户的资金安全问题 银行的系统真的不能说这样简简单单的一生了之 完全可以通过软件的科学编写和必要的更改密码提示 来堵住这个漏洞 提升服务的水平